只要努力和用心去做 無論男和女都可以成功 我是李慧斯、Sarah 香港單車運動員也是一個學生 其實當時的運動員並不多 可能數起來也只有百多個 轉為全職運動員的話 都會對其他人來說 是一個很陌生的選擇 而對我媽媽也一樣 但是我想因為我是一個小女 在家裡我應該沒有什麼負擔 沒有什麼需要我顧慮 我就拋開所有包袱 然後就去了做全職運動員 其實最深刻的是我剛剛拿成績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是2012年附近 因為其實鴨寶那時候還是在隊裡 大家的焦點都是在鴨寶 我自己一直都沒有得到成績 直至到2012年的2月 我突然間在世界杯那裡 拿了兩個獎牌 大家就開始把罪光點放在我身上 但是去到4月的世界錦標賽 我又完全吃白果 拿不到牌 當時我就在想 究竟我會不會去奧運 但是去參與 之後就完整個運動員生涯 到了4月準備奧運的時候 就有些工作人員跟我說 就說你要相信自己 其實你只是有一些戰術 那方面做不好 不要想那麼多了 全力衝光 將你這麼多年來的努力 都在那時候發揮出來 復活賽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覺得 這個女生都挺厲害的 為什麼她可以拋離所有的其他女生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告訴自己 你聽有難關的時候 我就要放棄 無論有沒有難關的話 我都要一直走過去 有難關當然是難過一些 但是沒有難關的時候 其實可能都會覺得很平淡 那即使中間可能有其他傷患 我都會說 那其實都是一個人生的過程 那其實有這些過程的話 可能會退步 或者可能會進步 但是對我來說 都是我想是一個經驗和感受 其實是我自己什麼都很喜歡的 我自己是很喜歡 向不同方面發展的 我記得我有一個學畫畫的老師 他就說 你試試好像以前古代的女生 琴棋書畫 樣樣皆精 然後我就會嘗試一下 去音樂方面發展 或者除了運動之外 又有一些文靜的東西 這樣去給自己 其實有時未必一定是很精於那樣東西 可能只是徒爺盛情 那個進步可能沒有單車 那個進步那麼厲害 但是是開心的 每一個興趣都會有一種滿足的感覺 我覺得最能代表我現代女性的物品就是這張照片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我2010年亞運500米拿金牌的時刻 大家看到有很多人舉備狂歡 但是其實重點其實不是在這裡 是在我的頭髮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留了長頭髮 我們的科研老師有說 不如你不要留那麼長頭髮 因為在比賽的話 那些頭髮鬆散會有風阻 阻礙你會慢一點 但是因為自己也是一個女生 我一直都不捨不得剪 那我就覺得作為一個女生 做運動員都可以有少少女生需要的東西 那好像做指甲啊 剪頭髮啊 我覺得我都會繼續繼續去做 那就會表現自己女生的一個特質 中女尋他講故事 現在是香港文化博物館 有得看啦 同時還有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 中女尋他 南京博物院藏 中國古代女性文物展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啊 我們在一起 中國古代女性文化博物館 同時展示